随着需求量的提高 水产业逐渐往工业化发展 水产的排泄物和过量的饲料投味 会破坏水质 间接也对环境造成负担 而一旦有病毒入侵 高密度的养殖会造成大量的水产死亡 损失之余也会破坏水质 生态环境 因此对水产业者而言 解决这些问题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生物续团技术构建在大自然中的代谢转化原理上 以细菌将水中残渣 排泄物分解转化为微生物繁殖利用的营养物质 在被养殖动物所食用 达到变成肥水的目的 由于它趋向于利用自然原理的养殖模式 近年来在水产养殖业上的关注度很高 70来岁的邱英华 是大马水产人力资源培训的大师 凭着几十年的养殖经验 开设了位于雪邦的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还建有养殖时 供学员学习和下手 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 这个Biofork Technology我们中文就叫做生物系团技术 然后这个Technology是由外国传进来的 已经有差不多十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很适合呢 因为这个Biofork Technology 我们是利用我们地球上的原有的细菌 就是我们的细菌有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自营细菌 就是Ototopic bacteria 另外一类叫做逸营细菌 Heterotopic bacteria 这两类细菌在我们的地球都有的 就是我们的海洋、河流、我们的森林都有的 这样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原有的细菌 来培养它了 来养我们的鱼霞 这样因为这些细菌 它们它会把我们那个鱼霞的粪便 的氨我们叫Harmonia 把它变成亚硝酸 然后变成硝酸盐 生物续团技术是从污水处理的技术上延伸出来的 简单而言 它其实就是利用有益细菌和微生物等等 构建一个良好的小型生态系统 将水中的污染物转换为有用的资源 但是这类细菌 变成维生物就是轮虫 我们叫Lunifer Copyboard 我们叫窑枝一类 还有那个线虫叫做Limato 还有扁虫叫做Flatworm 还有线虫 这类细菌其实是很小的 这类维生物是很小的 它的体型是0.1mm到0.2mm左右 我们眼睛看它就看到好像很多那种水中 很多那种浮现的东西 这样它英文就叫做Flock 我们就叫做细团 细团是由细菌 微生物 藻类和一些物质等等 互相殉拧在一起 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形成 细团是很微小的颗粒物 但却是水产的食物来源 然后你在用Bioflock的时候 那个耳料会减少 因为为什么 那个小苗它会吃Bioflock 大虾也是会吃 但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我不要偷耳料可以吗 真正是不可以 因为那个Bioflock是减少来 Bioflock要从那个鱼小的大便来 还有那个吃不辣的耳料它们肤烂了 然后是由我们的细菌把它化解了 它这样变成Bioflock 如果你没有放鱼料下去 那个Bioflock给那个鱼虾吃了越来越少 这样变成就它不够吃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鱼料 但是我们的鱼料就用在少了 生物续团技术通过营养物质的循环和再利用 不仅解决了水中排泄物和鲨料滞留的问题 也一并起到了净化水质的作用 邱英华分享说 生物续团技术并没有局限于淡水或海水水产 但如果真的要用生物续团技术来养殖 最好从零开始 这样你要养的话 你第一个要准备的是桶 那个桶 然后你可以用水和水 可以用我们的水和水 但是水和水通常它有锅铃有铃铃铃 所以我们要先解决 如果有锅铃我们就要把它剂掉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打气晒太阳 加那个抗锅铃下去都可以的 加了下去我们就要给那个生物续团起来 我们就用一些旧的资料 因为我们那个资料不要用了 我们就放一点下去 给它去发酵 这样它发酵了以后 我们就测定它里面的铃 如果它铃出来了就很好了 我们就加那个细菌下去 然后你整个那个桶你一直打去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 你再测定那个水 你就发现它铃不见了 然后那个BioFrog就起来了 采用生物续团技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 续团形成后会大量沉积在池底 这样会造成池底严重缺氧 因此打氧设备要24小时运作 一来增加水里的氧气 二来让续团均衡地沉在水中 我们也发现到就在一个桶里面 我们在养这个鱼霞的时候 如果你的生物续团很茂盛的时候 这些生物续团因为它们是微生物的 它变成是我们那个群体里面的兵队 好像你别的有害的东西要来 它会帮我们抑抗 所以变成你好像有害的东西来 你就来不到了 它们是第一个防线就在那边了 变成它就把那些有害的东西打倒了 生物续团技术是一种生态友好的养殖模式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改善水质问题 也提高了水产的健康和产量 秋英华在实践中仍旧不断改良 让它完善 以便将来能够为水产养殖业 做出更多的贡献